美國總統奧巴馬抵達墨西哥參加二十國峰會 這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經濟體的國家領導人的會談 希臘星期日選舉的結果 讓參加峰會的各國領導人稍微緩解對歐洲經濟危機的擔憂 奧巴馬總統的顧問此前預計這次峰會 會將歐洲問題作為主要焦點 各國領導人急於了解歐洲的計劃 另外 奧巴馬星期一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奧巴馬總統的莫遼說 預計奧巴馬將會推動普京減少對敘利亞亞薩德政府的支持 這個問題一直是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分歧點 奧巴馬星期一會見的第一位首腦 將會是這屆峰會的主辦國領導人 麥西哥總統卡爾·德隆 他的政黨被廣泛認為將會在7月1日的選舉當中被擊敗 此為止 原則是俄羅斯的法案 封面了 此為止 我們是俄羅斯的法案 對俄羅斯的法案 對俄羅斯的法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